这些绿色企业 它们其实牵涉到一个全球未来非常重要的竞争 在2014年 Walmart将启动对于碳足迹的认证 欧洲很多国家也是如此 换句话说 从台湾生产出口到国外的所有的产品 你都必须列出你的碳足迹 曾经华硕的董事长施崇棠告诉我们 他们吃素 所有的食物都是在附近 所谓food mileage 是符合食物理数里头采购的 他们的员工大多数都是爬楼梯的 他们都是LED灯 都是绿色建筑 可是它只要加上他们使用的电 叫台湾电力公司的电 那他们就会从全球本来碳足迹 表现最好的第一名的模范生 调到第五名 它的碳足迹就会大幅的增加 因为台电活力发电的比例太高了 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可能安全 但我们也必须关心台湾的碳足迹 关心台湾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关心我们对地球的责任 这绝对不是一刀切 很简单的问题 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 就是让我们走向节能减碳的路吧 而节能里头呢 其实很多企业做得非常的早 华硕是最早提倡的 另外台积电的董事长张周萌 当时看到了德州仪器的一则报道 立刻要求属下研究 然后在2008年 台积电几乎每一座新改的工厂 全部都是绿色建筑物 但这不是台湾的建筑师本来熟悉的 所以他们自己先组合了一个团队 了解什么叫做全世界 钻石认证级的绿色建筑物 它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这耗费了很久的时间 因为它不是建筑师的专长 他们找来了非常多的水资源的专家 各种不同领域的专家 然后最后把这些解决方案 交给了建筑师 那么最后在潘基建筑师的创作之下 完成了台积电一座又一座的绿色建筑 而这些绿色建筑 纷纷都得到了整个全球绿色建筑的认证 也使得台积电每一年 它的工厂可以省电25% 我们现在缺水 它省水了55% 台积电在今年更做出了一个创举 在就历过年之前 台积电决定把他们所知道的绿色解决方案 自己花很大的心血的绿色解决方案 变成台积电绿色行动的书籍 捐出一万册 这个书分成一般人看得懂的书 这是一个 另外是一个大册子 这是希望给专业的 想盖工厂的人看的 总共一万册 捐到全台湾的各大公共图书馆 还有各大建筑县里面 简单的来说 企业走在前面 问题是所有的人 你愿不愿跟上脚步 这一天 揭露台积电绿色奇迹的两本新书 引力新流前正式发表 国家是一个人要重要 先是国家 再是一个人 再是一个人 笑脸盈盈 这是台积电绿能创新的成就 而各天 占据新闻各大本院的 是新北市市长朱立伦的这办法 今天如果我们国内的所有的企业 都能够如同台积电 如果我们减少20%的用电 那我们就想一想 我们核电厂是不是就可以 逐渐的让它一座一座的关闭 也没有好多核实的问题了 因为我们就已经可以走向非核家园 所以今天要谈很多的 不是喊口号 是真正要化为行动 你或许想问 台湾真能有核电厂 一座座关闭的一天吗 我们都需要一个真实的见证 文切世界周报 是最早为台湾观众 呈现真实见证的新闻团队 早在三年前 2010年 我们集造访并报道了 台积电的绿建筑厂房 这里剩下20%以上的用电量 制造耗水量减少56% 平均年节省26亿元 你开始相信了吗 台湾或许有不同于反核四的解决方案 在这个生态这方面 是我们台湾的绿建筑比较重 是因为我们地小人宠 带领一探台积电 位于竹科的奇迹绿建筑厂房 周门前有一座大型的太阳能系统 它能不断追日 随时跟着太阳日光照的角度 变换方向 一旁还有三座混合型的灯 从造型就可以看出它 使用风能 太阳能 然后以LED灯管照明 而走进来 一楼门径之后就是醒目的楼梯 用意在鼓励大家都走路 少搭电梯 踏入六楼 员工不多 许多位置还空着 照明灯光自然不用全开 能坐下一条条的金属拉线 是省电庙方 这在每一处台积电的办公室 都可以看到 我们的工厂运作 因为二十小时 所以老是有人在办公室 老是有人开了灯 觉得说还有人在 所以他就不用关了 那这样子我们就变成 管理上非常困难 后来大家几次管理 就是说 我们变成每个人头上的灯 一定有一个苦阻 你离开的时候 你把它拉下来 你回来的时候 黑暗你把它打开这样子 不仅照明如此 中央空调也有节能舒适的设计 一个二十四小时运转的厂 在晚上可能只有留下 小部分的人数 在一个值班 所以整个大空调的空间 其实是可以减少 它不必要的耗能 就会由控制中心 来开始下达命令 降到最低的负载 只有在同仁 如果在办公区觉得闷 他可以自己在 就近的一个周遭 有一个空调的自动控制按钮 一旦启动 他周遭的 就会回复到 他该有的一个机制 这样就可以避免 整个大区域的空间 一个空调的浪费 在台积电的研发重镇里工作 还相当养眼 室内竟有一面跨两楼层 高7米2 宽4米1的直升墙 有多达10种的各类型 2300株植物 那整个规划的想法 也考虑到 它能够整个适应性 采用了整个台湾的 主要的原生种 靠近整个玻璃 落地窗的一个概念 尽量使用天然的一个阳光 让它整个能够比较适应 这样一个室内空间的 一个做法 上到楼顶 同样令人惊叹的是 有一大片 舒服血液的绿色草坪 休息之外 同时可以改善热岛效应 我们惊讶地发现 鸟儿也自动报到 可见附近的环境 和生态品质 而草坪的角落里 试验性质的太阳能装置 整个台积电 在整个新的厂规划里面 当然整个绿建筑 也包含一些 再生能源的使用 所以目前各位所看到的 我们专业装置 大概可以供给 一般的家庭的平均用电 大概可以供给三户 它作为它的平常 一个日常用电 太阳能的发电 它的电力就并回 我们办公室的一个电网里面 直接就作为 办公室的一个使用 那不足的部分 当然就是由四电的部分 台电的电网 也供应进来 主客经常得面对 限水和缺水的危机 水资源管理相当重要 这栋建筑的用水 就将冷凝水和雨水集中之后 回收利用 作为景观浇灌 和生态池使用 而进入耗能大宗的工厂 可以更进一步看到 对建筑发挥的功力 楼顶上一根根 粗大的管线 曲折观言 分门别列出 25种不同形态的 制程回收用水 节省超过一半的 自来水消耗 每年可以回收 再利用440万公吨排水 几乎就是一座 保山水坡的蓄水量 原本混浊的研磨肺液 经过处理 竟然如清水一般透彻 可以看到我们的鞋板的上层是一个完全澄清透明的一个状况 那之后我们会送到我们的回收系统 再去到我们的Local Squad做一个淋浴的一个动作 那这就是大致上我们的研磨肺液的处理的流程 一个关键的问题 绿建筑很贵吗 我们很惊讶 台积电的经验是只增加不到3%的建造费 却比传统厂办节省20%的能源 而台积电的绿色工程 让他们在2011年省下17亿元的用电成本 2012年更节能省电再省8亿元的用电 两年光用电成本就省下25亿元 而且台积电还有梦想 绿建筑只是第一步 下一步就是绿园区 绿城市 然后是绿国家 所以回到最起初的疑问 台湾有不同于反核四的解决方案吗 答案在真实的绿能行动里